日本漫畫鬼太郎是許多民眾兒時的玩伴之一 現在透過3D幻視的藝術再度登台 而鬼太郎跟其他角色一起現身展場 您也可以擺出各種Kuso動作 跟鬼太郎一起互動 欸 鬥畫妹的身體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還做著誇張表情 原來是鬼太郎來啦 運用3D視覺效果讓鬼太郎及其他角色 仿佛從漫畫中走了出來 可以跟那個圖畫裡面做一個結合 我覺得很好 因為自己感覺可以融入到畫裡面 才百分之百的呈現出一個完美的圖 然後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展覽 利用視覺落差還有光影變化 讓2D的漫畫人物月初之外 拍個照再倒過來 就能自照出被妖怪吃掉的效果 每次的驚奇就是 我會發現它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像是有一個是我記得 我還玩到一個是我跟另外一個妹妹 結果走進去 我還不敢走進去一個 很像房間的地方 然後進去才發現說 原來它是很像 呃呈現出來是 很像我返老還童的一個畫面 快 快 急出重重一拳 力道之大 妖怪都卡在牆壁裡面了 或是努力維持平衡 這裡所有主題都用 KUSO的方式來呈現 打破傳統展覽 以互動的方式 要讓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遊歷鬼太陽的世界 有電TV的民眾立志圈 台北報導 多 都 出門 立志圈